土豆丝 午饭时间北京胡同里的食堂瞬间热闹起来 三五成群的年轻白领讨论着怎么点更划算 你来吃饭了 那比你来 对啊 这儿换菜好吧 有鱼 有鱼 你喜欢吃鱼 食堂里能看到年长的老朋友 因为这里其实是官方补助的老人食堂 每道菜售价比起外面餐厅便宜大约三成 我们这个这份是56吧 如果在外面吃这样大概要多少钱 肯定要100多 一整条糖醋鱼28元人民币约合台币130元 每一菜控肉25元人民币 最便宜的土豆丝12元人民币 每样菜还可以指点半份 我们这个食堂是我们街道办事处协调的场地资源 所以我们没有房租 所以这一点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餐品的成本 然后另外的话还帮我们解决了民水跟民店 居民用水居民用店 就比商业的用水和用店的价格要低很多 老人食堂消费便宜 但菜色没打折扣 每天都会准备八样菜 热汤免费 时间充裕的在食堂坐下来和同事聊聊天 还有不少白领是选择打包 我在这儿一个人平均15-6 要是点外卖一个人平均给三四十 那省了多少吗 省了一倍左右吧 不是餐厅吃不起 而是物美价廉的老人食堂CP值更高 我们采访的这间老人食堂负责人告诉我们 现在年轻白领的客群是逐年的增长 目前已经占到总客群的四成左右 在全球多数国家经历成长放缓的大环境下 中国大陆青壮年压力也倍增 每一分钱花得更精打细算 而这样的务实消费 也反映出在现实经济压力下 年轻人消费欲望只能压低再压低 TVBS新闻林敏珍 陈旭义 北京采访报导 TVBS大运动家 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 我们下载跟中华队一起